前段时间,谢霆锋发微博澄清自己和张伯芝三胎的关系 让很多以为她是张伯芝三胎生父的粉丝 重新把目光放回了之前喧嚣城上的新加坡富豪身上 很快就有人爆料,说张伯芝三胎却系这位神秘富豪 而且因为张伯芝生下三胎,被奖励了7000万 消息放出后,顿时被不少人津津乐道,但是没过多久 就立刻被张伯芝所在工作室辟谣,称,假的 说到这里,小编真的要赞叹这些编谣言的人,也太没水平了 7000万在普通人看来好像不少,但是在张伯芝这样的一线明星来看就有点为不足道了 要知道怀胎十个月多麻烦,而且身为公众人物不仅要忍受身体的痛苦 还要顶住舆论的压力,难道十个月时间张伯芝靠拍戏和录制综艺自己就挣不到7000万? 对于张伯芝工作室的回答网友也表示意料之中,7000万就想让张伯芝无名无分地方你生孩子 怎么听都是假的?当然了,如果张伯芝已经和孩子父亲真心相恋的话,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文章最后,小编希望大家还是给张伯芝和孩子一点私人空间,不要再听信网上的谣言 张伯芝选择不公布孩子生父的消息也必然有自己的道理,等孩子长大一点,他的生父自然就出现相认,大家觉得呢? 张伯芝生三胎被奖励7000万,工作室正面回应,网友,意料之中 优优独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